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蕡水熊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過 古阿末的那個 電影模仿情節 就是有一集呢,古阿末說 那個浩劫求生裡面 男主用冰刀鞋去砍樹 要砍多久 結果呢,古阿末他去砍了一棵相思樹 然後砍了這麼大的,這麼粗的樹 我 我是也是覺得他的影片拍的 是還蠻不錯的,有娛樂效果 不過,我們在這邊 講一個就是野外求生 的那個觀點就是 我們在野外求生取得的木材 不可能這麼粗 不可能這麼粗 不可能用這麼粗的那個 木材去做我們要用的工具 我們在野外求生的時候 我們都會盡量選 直徑差不多像這麼粗的 不要比自己的手背粗 這樣子,一來我們 比較好取得 二來呢,就是 這種粗度的木材 我們取下來之後 比較好製作成我們要的工具 像這麼大的這個 這麼粗的樹 跟古阿末他影片裡面這麼粗的樹 通常都是要有重機具 或者是有一些比較 專門在 伐木的那個工具 切下來之後才能夠 使用的木材 所以呢我們現在 雖然 我砍的這個沒有古阿末這個這麼粗 然後刀子也不是用冰刀斜 但是我這個刀子有沒有 來示範一下這個 大概要砍幾下才會斷 然後我們在砍樹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樹一般 長的紋理都是直的 所以我們不可能這樣橫的這樣子砍 這樣子就等於是直接跟它的紋理 硬的幹 所以我們下去砍的角度都是斜的 大概 30度左右 你看這直接整隻就進去了 然後我們這樣砍兩下 三下 你看我這樣 太多我常常在砍 你看每一下都幾乎在同一個位置 三下進去之後 我們就由旁邊這個地方再繼續砍 然後我們在砍這個樹的時候 斷面一定要給它 給它做一個缺口讓它倒下來 然後它已經快斷了 你看 然後這個時候一拉就掉了 就直接下來了 然後像這種粗度 這種粗度我們才可以 譬如說我們要做斧頭 要做什麼都很方便 我們這個再粗一點 我們再做一次示範 我們一定是用這個角度下去砍 一刀 兩刀 三刀 然後呢 然後呢 這邊再砍一刀 差不多斷了 就斷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木頭取下來使用 這個就是剛才沒有 把它這個面沒有做好 就會有這個卡住的這種 這種問題存在 所以我們要從這個地方再補幾刀 然後就 斷下來了 然後這種木頭 你看 就很適合 這一段接下來 裁下來之後 中間這一段就很適合做一個 這個 我們要用的 野地 要用的那種帳篷的 中間的支柱 所以我們不會去砍這麼粗的 樹枝 來做 我們野外求生要用的木材 所以呢 這一集呢 我們是要 稍微跟大家科普一下 葛阿莫他們 這個影片裡面的 錯誤的地方 好 這一集就先做到這邊 謝謝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動動你的手指 請訂閱我們跟分享 motivate 請訂閱我們 我去看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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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按讚 按讚